身价千亿的财阀千金 竟然在母亲的葬礼上 向自己的保镖求婚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千金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看上一个保镖之时 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看似普通的保镖 竟然是个千年恶魔 而这也将是千金 向他们这帮禽兽 发起复仇的第一步 原来 当千金来到母亲葬礼时 他就察觉到了异常 他发现整个家族从上到下 都好像是在参加派对 而母亲的那些亲生子女们 更是将兴奋和开心 毫不掩饰地挂在了脸上 这一幕 让作为养女的千金 看得都快崩溃了 可接下的一幕 就更让他吃惊了 当警方在母亲遗体内 发现一种止疼药 对此产生疑问时 明知道母亲 对这种要过敏的家属们 不仅没有要求严查 反而轻描淡写地 就把这个疑点 说成了简单医疗事故 甚至还以怕影响公司股价为由 希望警方尽快结案 看着这一幕的千金 不由得一身冷汗 想着母亲之前跟自己说过 想要对财务进行调查 紧接着 财务主管就自杀了 而自己也莫名其妙地 被人颇流伞 再看着现在这些人的嘴脸 千金下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可此时身为养女的她 即便知道了真相 也没有能力去揭开 这些人丑恶的嘴脸了 长子不仅以她是养女为由 不让她参加宣读遗产环节 更是让保镖把她挡了出去 可就在千金无助的准备离开时 她却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看着母亲不仅把万亿遗产 留给了她这个养女 甚至还在为她的终身大事操心 千金彻底的崩溃了 然而 听到结果的家族成员 瞬间全炸了 她们不仅冲上来就想打千金 更是不顾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凌目张胆地威胁千金放弃遗嘱 可此时 这些家属哪里知道 正是她们这凶狠丑陋的眼神 将把原本还没有勇气 对抗她们的千金 彻底地激发出来 准备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